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马力欧陪你喝一杯,我是马力欧 1,2,1,2,3 我们今天约访的老友喝一杯呢,是Jill张静人 Jill是非盈利组织Give to Asia的亚太经理 我跟他第一次访谈也已经是快三年前的事情了 他这几年可以称为是内向者最佳代言人 让很多人包含了内向和非内向者更加理解内向和外向 各自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和特质等等 以及内向者的优势之类的 而我在和他访谈那一集是第三季的第37集 播出时间是2018年9月21号 那你觉得运动经济那时候,你觉得他好玩吗? 我好奇 超好玩 真的吗? 无敌好玩 真的吗? 你觉得他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那是所有我觉得啦 即使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 然后我跟人家讲到这个经历 我还是会觉得热血沸腾 然后只要是你喜欢运动的人 听到这样子的工作 一样也会热血沸腾 因为那是就是每个人心目中梦幻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挫折应该就是 大家觉得你不存在或者是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对我来讲 就像刚刚玛丽欧分享的 对我们来讲 在大庭广众之下 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实就是自己成为注意力焦点这件事情 是内向者比较没有办法适应的 比较有挑战的 可是通常在传统的设定里面 不管是在职场上或者在学校里面 你就是要站起来 你就是要举手发言 然后大家才会看到你 老板才会看到你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我来讲比较大的挑战就是 不讲话的话 好像就没有第二种 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方法 那这样子就不讲话 就等于你没有意见这样子 我后来就是 我觉得两个大原则 听起来很不直观 可是就是 我觉得越是那一项 你越要往前做 就在会议中 越要往前做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越是内向 你越要站上台 反正就是有时候看起来 就是很不直观的事情 其实反而是捷径 这是我后来体悟到的 我的一些外向下属 他们会问说 哦我这样自己一个人很无聊 怎么把他忍受的 对啊 就是为什么我就自己在家 跟狗这样两个人 然后我就会觉得 你不觉得这样就是天堂吗 然后他们就会问说 具有你都不需要呼吸一些 新鲜空气吗 然后我就会回答说 我家的空气最新鲜 在这三年中呢 具有其实也做了很多事情 他在工作上被升职了两次 然后安静师种超能力这本书 除了多国语言版 另外他还跟一个会者 南军一起出了一本绘本 叫做来大金鱼的肚子里玩吧 那我也很好奇 这几年他有什么变化 你知道前阵子立陶宛 还有斯洛伐克 捐了疫苗给台湾 为了表达感谢 很多台湾的民众也捐款 给立陶宛的肺盈利组织 这也是具有的专业 他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 也提了几个建议 给希望回报 感谢的台湾民众 有捐款的选项 那后来新闻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立陶宛这些肺盈利组织 也收到了大笔的台湾的捐款 我们今天从这个远距工作开始聊起 Gio其实已经有六年的远距工作经验 但是他也说 其实从三级警戒之后 因为小孩也在家 真的跟过去的远距工作经验 是完全不一样 他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规划 才有办法完成一些工作 另外我们也聊了 安静世总操能力 出版多国语言的经验 以及这几年在工作上的变化 还有他给现在 持续在远端工作的工作者 一些自己的心得跟感想 当然作为棒球迷 最后的最后 我们还是稍微聊了一下棒球 你知道棒球对棒球迷来说 是有多么重要的存在吗 让我们先来欢迎 老友喝一杯 Gio 张景仁 会觉得 线上访谈跟 平常线上开会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因为我远距已经六年了 就还蛮习惯这一切的 但是我知道远距六年 可是好像这几个月 应该比较不太一样 对 远距不是问题 问题是谁跟你一起远距 台湾 就是自从进入三级 就是小孩没有办法去上学之后 就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里面了 就很修罗地狱啊 你小孩是多大的 他幼稚园大班 OK 那他会吵你吗 还是他会一直说妈妈陪我玩之类的 对 就是后面那句 就一直妈妈陪我玩 他就会用很多起始句 说陪我玩 跟我讲话 然后帮我弄这个 就是之类的 各式各样的 然后因为 现在学校老师也很辛苦 他们每一天都有各种不同的线上课要进行 就变成说 那些technology他又不是很灰 所以就变成家长都要在旁边陪同 就有点像同时上两个班的感觉 你有办法让他理解你在工作这件事情吗 有啊 网络上有很多方法嘛 譬如说有放什么三个颜色的球 什么红灯表示不能讲话 黄灯表示可以讲话之类的 那些方法其实我能试的我都试过了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被找到方法去突破那个 我的界限 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 所以没有一个真的可以完美解决的方法就对了 没有耶 OK 所以你试过最有效的方法 或者说他有效时间最长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我后来就是真的就是放弃 我就跟他讲说 对就只剩下一点点我自己的时间 比如说我就这个15分钟 然后做完事情我就陪你这样子 所以最长最长的时间大概就是15分钟 你说你可以专心工作的时间 不是专心工作就是我能工作 我手能在键盘上的时间 然后其他如果要开线上会议那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就是要找事情给他做 要不然就是要很明确很严厉的跟他说 只要我戴着耳机就是你绝对不能跟我讲话 然后可是他还是会乱入啊 比如说在旁边玩番茄中 就是嗶嗶嗶嗶嗶嗶 然后要不然就是走进萤幕 就跟我们家执行长打招呼之类的 都有 他们有没有 你的同事有没有跟你讲说 Jill就是你终于理解我们过去一年 经历的事情 有 因为对我很多同事都是在美国 然后我那时候听起来就很梦幻 就是我觉得他们在经历的事情 我很难想象 比如说我的主管 那个时候的主管他是要躲在他家的衣柜里面开会 然后有人是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面 他们会给我看说 这边是我的马桶 后面是挂毛巾的地方 然后我那个时候很难想象 我就想说 就是有必要过得像哈利波特那样子 被锁在一个楼梯间那边吗 后来才发现这真的是必要的 而且那个是很奢侈的一个环境 就是还有一个地方让你躲 你说可以独立的空间这样子 对对对 好所以那我想反正同事大家应该也都很理解 全世界经历过这样一年多 也不会有什么人对你有现在这样情况太大的问题 对他们是真的都很能理解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 他们自己在调整的时候 每个人家庭状况不一样嘛 有的人甚至因为要因此要搬家 搬到别的就是别种房型的房子里面 这其实都有 所以他们我觉得相对来讲容忍度比较高 OK 好我们上一次 已经快三年了 上一次访谈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是 书刚出嘛 安静是这种超能力那本书刚出 然后很快过三年 然后你有那个佛系经营的一个社团 其实也默默的就是两万多人在里面 大家取暖这样子 你觉得这几年关于社群经营啊 尤其是内向者这个社群经营方面 你觉得有什么收获或是很感动的地方吗 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感动的地方就是 大家变得很自动自发 因为我很佛系嘛 所以可能大家都会互相帮忙一点点 就是说看到什么发言不当啊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 他们就是很快的会跟我讲 然后我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非常佛系 我现在就是没有佛系 只有更佛系 就我几乎是 几乎是很 比较少在里面发言 我就是潜水 反而变成潜水比较多 然后当管理员的角色会多一点 然后比较少真的involve在里面的讨论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以这样子过去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 非常值得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共同的原地 然后大家自己付出自己的努力 来维护这个原地 让大家可以很安全 很安心的取暖 或者是讲自己 不敢跟别人讲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我后来听我们上一次的访谈啊 我发现我们那时候 一开始在聊的时候 有一个 就是说驱使你在写那本书 有一个原因是 你说你在学校演讲或分享的时候 会有人会问你说 就是我很内向 或是说在职场上该怎么办啊 这些相关的事情 那输出到现在三年 然后也经营这样的社团 你觉得你还有持续听到这样的问题吗 或者是说 现在内向的社群里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已经转向成另外的讨论了 嗯 一刚开始确实职场方面会比较多 倒不一定是在学的学生 对未来的迷惘 比较 有时候比较像是在职场上面的人际关系 应对进退这样子 那后来就比较变成职场的部分变小了 更多的是你在社会上面跟其他人的互动 比如说跟家人 比如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然后或者是譬如对 就是在某一种亲密关系里面的状况 这样子 就是比例上面有点调整 但是却有些东西还是会一再的被提起 就是譬如说我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我很怪 然后或者是我碰到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办 那现在人数比较多了之后 有一个好处就是里面就老中情都有 大家在人生的历练啊 或者是自己走过那项的岁月 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有点像自己形成一个互助的学长学姐 学长学弟制那种感觉 就比较年轻的人他进来 他可能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真的对他来讲很迷惘 然后会有一些比较senior的人 或者是他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些经验的人 就是会主动来分享 然后会跟他讲说 哦没关系 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怎样怎样就好 对 所以我觉得是 在这个前提里面 虽然大家都是内向者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跟故事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宝贵的一部分 就是大家愿意分享 然后愿意用自己的故事来互相帮忙 你们有办过聚会吗 有办过 很久很久以前有办过 一次还两次吧 OK 对 那次我有点吓到 就是我本来想说办个小小聚会 可能20个人到40个人 结果我去洗个澡 然后一出来发现我的报名已经到快200个人了 赶快关表单 想说怎么了 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实体聚会吗 那是一个实体聚会 OK 然后后来是 那大概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好像两年前的圣诞节左右吧 OK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活动后来的样貌吗 那个活动后来 就我觉得跟很多内向者的场合非常的通知性很高啊 就是你不管现场再怎么多人山人海 然后座位再怎么不够 就是一片安静 然后我在台上讲我的故事啊 或者是做一些分享啊 然后你会看到台下都听得很认真 但是如果你把眼睛闭起来的话 你会想说这些人会不会睡着了 或者是觉得很无聊 因为就真的是鸦雀无声 然后有一些小组 就是我有先跟他们讲说 我要分 可能会分一些小组 先让他们有心理准备 但是真的分组的时候 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人 还是会觉得有点没有那么舒服 就我觉得 以我在台湾的各个内向者 就不管是签书会啊 什么的 其实大概的场合都是这样子 但有一点同样也是很共通的 就是那个工作人员 或场地的人员 都会来跟我讲说 哇张小姐 你的读者好特别哦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准时 然后会后还会帮忙 收椅子的读者 我觉得这是内向者很可爱的地方 OK 后来在这样子 疫情比较严峻的情况之下 你有做什么活动 就是可能线上聚会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没有耶 完全没有 就是大家好好待在家 好 然后我知道后来这本书 它有多国语言版嘛 这个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多国语言版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 一刚开始 出版社有先帮我推了韩文版 所以韩文版很快就卖出去了 那后来是我自己到美国去卖英文版 那英文版出来之后 其他市场好像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个时候英文版出来之后 版权代理公司也有帮我在卖了日本啊 越南啊 俄国啊 好像还在其他 还有其他国家还在洽谈中 那英文版我觉得 我里面觉得比较开心的是 因为英文跟日文 后来才知道 就是很难打进了两个市场 然后这本书到后来 就是其实到现在已经 这两个市场都有进去了 然后我在美国还有得到 他们的那个独立出版的奖 这样子 所以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缘分啦 那个时候原本是人家帮我介绍的 就是我书里面有一些人 帮我写推荐序 然后里面推荐序的一个作者 他就是自己在同一个出版社 出了四本书 他就帮我介绍过去 然后我那个时候 刚好就去美国出差 所以我就去跟他们 自己做简报啊 自己开会啊 就跟他讲说 为什么你要买这本书 对 然后后来就有这个机会 你那时候跟美国的出版社 还是版权公司谈 出版社 直接跟出版社谈 OK 然后 所以等于说 在美国的出版之后 那后来其他国家 是有别的经纪公司帮你卖吗 还是 嗯 对 其他后来都是经纪公司帮我卖 OK 台湾的经纪公司 台湾的经纪公司 对 OK 那你有收到什么 比如说不同国家的反馈吗 读者反馈吗 有啊 还蛮多的 因为我在LinkedIn上面 也有一个 有点像 内向者小剧场的 英文版 然后里面就来自各个 不同国家的人 嗯 然后他们就是会跟我分享 私讯或者是在社团里面 都会跟我分享 他们的感觉 嗯 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故事吗 嗯 我倒是觉得文化性 这件事情很有趣 嗯 嗯 就是我 我觉得 在某一些文化里面的 内向者会特别痛苦 比如说什么样文化 比如说美国文化里面 我觉得美国文化 就是一个很外向的文化嘛 他们从小就是被教导说 你要 你要讲话 你要讨人喜欢 你要去跟人家交朋友 你要大方 然后很多人 他们其实特别是有一个 我觉得 那个文化背景 为什么我会觉得特别有关系 是因为我后来收到 反而是很多Asian Americans 华裔的 亚裔的人 嗯 对对对 他们会 特别对里面的东西很有感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处在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冲击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 比较辛苦 而且比较 我们更需要去关怀 不是说关怀啦 就是我们可以 更多家了解的一个族群 那有些国家 像我最近在跟丹麦的 丹麦的读者 他们有一些要访问啊 干嘛 我们就在聊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他们在 他们的文化里面 没有那么的纠结 虽然说也是很痛苦 就是也是有一些 需要调整的地方 特别是在职场里面 但是会觉得整一个 整个国家对于内向 这件事情是相对包容的 嗯 所以就会有这种 很多不一样 我就觉得很有趣 日本跟韩国呢 日本跟韩国 他们可能比较少用英文 所以比较 比较没有收到他们的反馈 我很期待 就因为韩文版 其实有出了 但是我 我这边没有直接得到 什么样子的 韩国读者的讯息 那日文版是 晚一点会出 我不知道到时候 会有什么样新的反馈出现 OK 我好 怎么讲 好特别哦 就是 就是当然一般台湾的作者书来讲 当然还是以中文市场为主嘛 然后 然后这个议题 但我觉得这个议题 其实是 是共通性的 它不是只有存在在某一个 某一个文化里面 所以能够 从中文市场 然后到很多其他的地方 然后可以了解 更多地方的一些文化 还有想法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蛮酷的事情 嗯 真的 我真的觉得很酷 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 而且荣幸 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觉得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礼物 我就收了好多礼物 越南耶 越南文 感觉这也是很特别 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那边 会怎么看这个样子的 对 对 而且我收到越南的封面的时候 其实我有吓了一跳 我有直接问他们的编辑说 因为他那个封面啊 我一般就 就会觉得说 这是职场书 然后或者是一个 比较安静的书 结果他们封面设计成 就是夜店的样子 就全都是那个霓虹灯 拼成我的名字 跟那个书名 然后我就 我就问说 请问 我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然后可是我后面有补充说 哦 这个封面我很喜欢 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比较年轻的族群 然后他觉得这样子的书风 比较有办法跳出来 让年轻族群看到 这个很期待你 如果有新的收获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读者的反应这样子 大家好 我是Gio张静仁 你现在收听的是 马力欧陪你喝一杯 疫情期间不用担心 你没有学会新作的菜 或者是学会怎么弹吉他 因为我们现在都好好的活着 昨天在那边看看 然后我就发现说 你没有 当然书还是这一本 但另外还有一本绘本 就是这个绘本是怎么跑出来的 这个绘本就是 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作家 或者是很有天分在写作的人 但是我就是一个载体 然后这个绘本就是 我收到一些讯息 然后把它做出来 把它写出来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的两本书都是这样 那我那个时候 主要是基于我自己本身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小孩常常问说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 你为什么不陪我玩 然后你上班都在做什么 然后又比陪我玩重要吗 好揪心的问题啊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某一个阶段 还是在某一个阶段 都会类似做这种比较 可是我那个时候 本来就想说 那我就跟你讲说啊 你的玩具啊 都是我上班赚钱买来的 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住的房子都要钱 但是后来就是觉得说 这样子好像让他会觉得 他从小就会觉得说 哇 所以上班就是一个被迫的事情 然后就是 就是我如果不上班 我就会怎样怎样 就是一种负面思考的角度 所以我就这个问题 我一直放在心里 但是我没有很好的答案 那直到有一天 我就做了一个梦 然后就梦到这个故事 然后我就想说 对耶 如果用这个方法来解释 那就说得通了 所以我就是 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也很幸运地 找到一个金鼎奖的 会者老师 然后我们就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所以这个绘本 来大金鱼的肚子里面玩吧 那这个是去年年底出的吗 对 那目前为止 通常是什么 父母的反馈吗 还是 你有给你这些小孩看吗 有啊 他是在绘本出来之前 他就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了 对他是帮我把他修到完成品的那个人 一号读者 对 然后我听到的父母反馈 就是也让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原来我有 就是原来这本书真的有办法去帮忙 大家解决共同的疑惑 就是好像很多小孩都会问说 为什么你要上班 为什么你不能陪我 之类的 对 然后好像有些小孩 他们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就理解了 就是就比较理解 当然他们对于说职业这种东西 或者是工作的本质这种东西 可能还不是很理解 但是他们会开始了解说 原来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我擅长的事情用来帮助别人 然后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这种不同的帮助别人交换 这样子 这个概念就比较清楚 这个绘本 通常你设定是给几岁的小朋友看的 我设定的是给低年级以下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之后 还会有什么其他相对的故事 就是如果你的小孩有其他的故事的时候 说明我们就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看的 这样子 OK 好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特别想要聊的 就是那个捐款的事情 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 很可爱的一个事情 就是前一阵子 立陶宛跟斯沃法克都有捐疫苗给台湾 那当然台湾对于这两个国家 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陌生 并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去的可能当然也很少啦 然后可能也不熟悉说 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善意的回馈 然后你就有跟大家讲一些捐款 捐款给当地的一些非盈利组织 这是一个很直觉 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吗 还是你有透过什么样的思考的方法 然后就跑出了这个想法这样子 我觉得超直觉 真的超直觉 因为我平常就是这样子做的 就因为我怎么说 我不是一个很会买东西的人 我很多东西会 就是没有太高的物欲 但是我很喜欢捐钱 你会买一个挖工500块 对 那个蒙威尔的挖工500块 真的是我近期里面最大的投资 他投资于我的好心情 然后其实那天我妈才在跟我讲这件事情 因为他就在讲说 你不是不过捐了钱 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大 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他就说你不是从小就这样 我说对啊 我只是把我做的事情 把它po在脸书上 然后跟人家讲说 如果你要想跟我 也想跟我一样找人捐 找地方捐的话 那可以捐给这些 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你在捐的时候 尤其是相对应 没有那么熟悉的地区的话 通常你会有什么流程吗 就是方法之类的 像我这次建议大家的 就是透过Global Giving那个平台 那因为它是美国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对他们的那个责性的那些体系相对熟悉 所以我透过他们那个平台主要就是 因为美国要做海外捐款的时候 他都会对这些收款的组织做Due Diligence 就是他要去看他的财报啊年报啊董事会啊那些 来确定他的这些款项 这个组织是合法正当 然后他的款项他会有管理能力 就是他们的团队什么的是OK的就对了 所以我看到 我知道说我想要去捐给立陶宛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找这种第三方 就是第三方的平台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找了Global Giving 两个都是 立陶宛跟斯洛伐克都是 斯洛伐克比较难 因为Global Giving上面没有斯洛伐克的 斯洛伐克的话 我就是自己靠英文去搜寻 然后搜寻到一堆的那个斯洛伐克文的网站 然后我再用Google翻译 翻成 英文或中文去知道他里面的资讯 然后也有看到他里面有一些 那个财报年报的揭露 以我自己的判断是 那个是OK的这样子 所以那个立陶宛那个捐款啊 是后来那那些单位是 有知道你是 这个默默煽动大家捐款的人吗 他们知道 其实是我主动跟他们讲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去跟他们打声招呼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这些台湾人的捐款是为了感谢你们捐赠疫苗 对不然他们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想说为什么一夜之间就那么多台湾来的捐款 对所以我有跟他们每一个都打声招呼 就是说这个是台湾人为了谢谢你们 然后我们想为你们做一些事情 那像你刚刚讲的 Goal Giving是一个第三方单位嘛 所以当然他会有一些 他们自己的验证的方式 或者是去做刚刚讲的这个弟弟的一个工作 但是像你自己找的时候 除了看财报年报之外 你还会 比如说他们在做的 因为每一个非应力组织可能他们倡议 或者他们专注的议题可能都不太一样 你个人或者说 你会建议大家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吗 其实不会 我觉得大家就是捐自己想捐的 然后跟你理念相符的 我说理念相符 倒不一定是宗教或是政治相关 那个倒不一定是 而是去看他们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你认同的 譬如说有些人会觉得 我就是救急不救穷 然后有些人会想要 这个专案比较有中长期的 那个稳定发展的潜力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希望这个专案是有专业人士来做的 所以我希望那个人事费用 我会希望他们是有专业人士的 薪资水准 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反正我希望越多的钱 到直接受益者身上越好 我那个人事费用要尽量减低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看说 你自己的理念 还有跟这个组织的做法 是不是相符 就可能就有点像是 你在买股票或是投资一间公司 或是买一个产品 你会之前 你会做的survey一样 看那个是不是你喜欢 或认同的东西 OK 可是通常像这种捐款 应该是 如果可能很多是一次性的 然后 可能是出于一种感性 冲动性的 就好像冲动性购物这种样子的话 你觉得大家还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吗 还是可能就是有一种 很真的就是很情绪的 的说 好我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丢出去了 我觉得我做到了 然后耶 很开心这样 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讲 有一种叫做giver's high 就是你做完好事之后 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然后我身边观察的 然后跟我这次事件里面看到的 就是很多人 他们其实也只是想要付出自己一点力量 然后觉得很好 这样子而已 他们他们对其他的事情真的完全没有在求回报啊 或者是连抵税什么完全没有在问啊 就直接捐了 那我觉得如果以一个感性 以感性为基础 就是这种一次性捐款都是以感性为基础的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的合理的一种管道或是路径 但是我们在接触的 在我工作里面接触的 比如说很多都是有钱人的个人或家庭基金会 那他们在做这种捐赠的时候 他们其实会用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看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必须你要跟他们分析效益啊 然后跟甚至跟他们律师 跟他们会计师全都谈过了之后 他们才会去做这种长期性的 有目的性的捐款 然后他们背后的想法 可能是要造成某一些社会上的改变 所以我没有说哪一种是比较好 哪一种是比较不好的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 身为一个有责任的捐款者 我还是会鼓励大家说多去了解自己捐款的对象 还有这个钱的流向 还有这个钱的用途 甚至是谁在执行这些钱 谁在花这些钱的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我们自己 或者是对非盈利组织的监督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 刚刚讲到你自己的工作 那我其实也蛮好奇 像你这样三年来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变化 在你的Gift to Asia这一个工作领域上面 有啊 我这三年来升职了两次 然后每一次都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不是那种 我不是那种在工作上非常有野心的那种人啊 然后我都觉得我是被升职 而不是我想要升职 所以那个心态上就差很多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 比较需要适应的地方是 因为我现在主要管两块 一块是亚洲的非盈利组织 大概有四百个非盈利组织 是在我的portfolio里面 然后在美国的就是 个人跟家庭基金会 这些都是有钱人的这种 大概一百个左右 那美国这一块是我比较 我觉得比较痛苦的 就是因为除了我的专业能力 可能要更精进之外 很多东西是 因为我不是美国人 然后他们要我做美国人的工作 就等于我要从头开始学他们 社会的观点 然后他们的文化性怎么样 就是很多其实不是 不是写在工作手册里面 但是你就要想办法去找到你的方法 来跟他们沟通 那我又是募款嘛 又是要请他们捐钱 所以就要中间 中间就觉得那个 我是外国人 然后面对很多美国人 可能就是那个鸿沟 可能是我要比较努力 去把它补起来的 你遇到的那个鸿沟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经验 是可以分享的 譬如说我是到后来才知道 跟Indian Americans 打交道是多么一个难缠的过程 就是因为美国 它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跟这些donors 虽然他们都是美国人 但是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化背景 不一样 比如说你跟Chinese Americans 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 特别关心某些事情 那这个对我来讲 可能就比较好理解 可是碰到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文化出来 譬如说像Indian Americans 那他们不管怎样 就是先跟你谈说 我的那个费用要砍半 那这种对我来讲 就是一刚开始会想说 我们什么都还没讲 你就要先看我费用 为什么 是我表现得不好吗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心里会有这种来来回回 然后后来也是慢慢的 去跟主管讨论 跟我们资金长讨论 然后他们也是要慢慢调整啊 就是知道说 在碰到不同的人的时候 沟通方式要有什么不一样 那比如说有些客户 他们会派他们的律师来 或者是会计师来 那他们的切入角度 可能又跟客户本身 自己又不一样 所以这些很多美美高高 都是还在学习的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从去年五月开始 OK 但是从去年五月开始 你应该就等于也不能够飞了 对 所以就变成说 几乎没有 反正就是一定要用线上的方式 在做各种各样的沟通 没错没错 OK 会更困难吗 我没有比较的基准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 很困难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更困难 但是就是很困难 OK 所以这些费用砍半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吗 还是你们有什么 什么沟通的方式 然后拉扯来回 然后可以做到一些 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一定要拉扯一下 就不能这样 就给人家砍半吧 就是我们通常 就是会跟他讲说 我们这些费用 我们会用在哪里啊 然后因为这个过程 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中间有很多环环节节 每一个环节 他大概的费用是怎么样 就是试着让他了解 我们的价值 而不只是上面上的价格 所以你讲的是说 他们已经有兴趣 要来捐款 但是针对这个费用部分 就先来拉扯一番这样子 没有我发现Indian Americans 他们就没有在管了 他们不管有没有兴趣 他就先给你砍一下 就好像是一种起手式 我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OK 好所以除了生殖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除了生殖之外 可能就是我的密切合作的团队 变成我有两个助理 一个是在菲律宾 一个在美国 那我之前工作的伙伴 都是在相近时区的 然后我现在是第一次 就是要很密切的 跟相隔15个到16个时区的人 联络这样子 OK 所以台湾还是你一个吗 没有 我们有另外一个同事了 OK 恭喜恭喜 对对对 我打从心里感到非常开心 好这个 但你还是持续远去工作吧 远去工作了这么多年了 你觉得包含了最近这几个月 你自己又 我相信又在进一步的升级了 就是因为有新的挑战 新的跟你一起工作的小室友 就是让你的工作挑战度增加 所以你自己应该有更多的经验值 你觉得你有什么 自己让 不管是过去的五六年累积的经验 或是这几个月新增加经验 你觉得有什么远距工作的心得 是你可以分享的 对我来讲 可能就是很多是 你要调整自己的节奏 因为我其实前阵子 还有开了一个线上课程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 做那个远距工作 叫做远距工作模式的技术 这样子 类似的课程 然后我发现很多人的纠结 是在于他们很想要 把实体工作的模式 直接移转到远距工作上面 那这个中间就会有很多 不同程度大小的摩擦 或是磨合需要进行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远距跟实体 在办公室工作 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所以其实真的 大家也不要太硬 要把A模式去套在B的setting上面 我觉得那样子可能比较心不通 我觉得或许比较有弹性的做法呢 是你第一个我们可以把远距当做一种选项 而不是一个被迫产生的结果 或者是一个比较酷的工作方式 我觉得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很中性的事情 然后这样你才可以比较客观的去看说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这个工作性质 我们这个业务内容 是比较适合远距 或是比较适合大家进办公室 或者是我们可以 比如说一半一半 或是三成七成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在心态上面 然后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 每一个人在转到远距的过程中 一定会或多或少经历一些适应期 小从你的家里的装备需要升级 大到譬如说你怎么跟家人去安排时间的分配 然后怎么样不被打扰等等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有一些波折啦 所以这不可能是无缝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蛮重要一点是 要适时的求助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觉得尤其是在台湾的文化里面 或者是一个 一个很当则的文化里面 大家或许都会把压力放在自己身上 会觉得说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就是要把它完成 然后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想 可是后来觉得其实真的好累 因为我那个时候 因为刚开始我的小孩在家的时候 我等于只有 我每天都是工作到快凌晨两点 然后早上六点又开始工作 因为我自己的时间很少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好累好累 我就觉得真的快不行了 然后我主管那个时候就跟我说 如果你需要调整你自己的工作时间的话 你永远都要跟我讲 他就说因为站在主管的立场 跟站在公司的立场 我不希望你burn out 那如果你burn out的话 对没有人 没有人会有好处 我还要找人来顶你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说 所以原来适时的去把自己的状况 沟通出来 也是一个 我们职场工作者 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只是我们平常可能都觉得说 好我做得到 或者是我牙咬 可能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学到第二点 就是比较像是说 我们在这中间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 什么时候要讲 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做 然后在最后我觉得 就是比较放过自己吧 就是我觉得这跟你之前在访问小鹿的那一集的内容有点像 就是我后来发现好多事情是你真的你真的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像我我小孩在家的时候 我白天真的就是如果能处理三件事情 我就觉得功德圆满了 那三件事情可能只是各自回一封email 所以我一天就是只回了三封email 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 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的战争的话 那其实呢你每天把自己绷得这么紧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倒不如就是用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去看这一切 然后如果你你该做都做了 然后你该跟主管求援 该请同事帮忙 然后该分配的都分配出去了 剩下就是非你不可的事情 然后你又真的做不完的话 那就换个步调来吧 就是你以前可能一天可以处理三十件五十件事情 现在就是变三件 然后你就接受那个就是你现在的现实 然后就是好好调整自己 就放过自己 好这个我觉得是蛮实在的建议啦 很多时候其实 我觉得很多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当然 当我们在问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寻求的是一些比较技术上的指引 或者是技术上的一些建议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在心态上或是想法上 念头没有转过去 可能再多的技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有些时候念头也转过去 或是做一些思维上的调整 那反而就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 因为你一直在做远距工作 所以我其实也是蛮好奇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就是因为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讲说 当我们开始在家工作远距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切换工作的节奏 就是你要从在家 然后一种比较休闲的状态 进入到工作的状态 之前可能是靠通勤来转换这样子 那现在后来大家讲说 仪式感 仪式感 对工作 你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 或者是切换吗 不太有耶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时间 就是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想象那种状况 很多时候你工作 尤其是小孩在家 你是必须要偷做的 所以比如说你抓到五分钟三分钟 就赶快弄了什么东西这样子 所以比较没有办法 有一个完整的仪式 那为了达到最高的效率 我即使是在开 就是睁开眼睛 之后 我听到 比如说留学那一集 他说他会发呆 我干嘛 我想说我根本没有发呆的时间 我就是想要赶快在最短时间里面 就在我小孩醒来之间 赶快把事情弄完 对 所以我是一睁开眼睛 就是基本上梳洗完毕 就是可以直接上宫 开会的那种 你知道如果这样讲 我应该要去问一下 那个 再问一下福哥 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因为我上次问他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他早起就是为了要 在他小孩子起床之前 可以先工作 对 他说五点起床 然后不行耶 四点半 那个真的是 对我来讲很难 因为 我是一个很重睡眠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一天需要八小时 对 然后早起会让我每天心情都很不好 就没有早起就是要早睡啊 他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他没有说睡不够 他其实是睡够的 他就是比如说四点半 他就是可能十点他就睡了这样子 对 但是我相信某部分来讲 可能妈妈的角色跟爸爸的角色 搞不好又会不太一样 去问问他 好我们今天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很轻松的老友喝一杯 我一直很害怕我把我这个企划又搞得太复杂 就是大家聊一聊之后又讲得非常的严肃 但我目前为止已经聊了七个了 我觉得都很蛮开心的 就是大部分时候我都听得非常开心 然后也都觉得可以跟很久很久 就是访谈过好一阵子的朋友可以再聊一次 聊聊大家最近的近况 其实就非常的非常的开心 对啊 真的我也是 好那我们还是一样老规矩 我们还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面 就是最近还有在看棒球吗 有 我跟你讲 我们上次不是一起去一场球赛吗 张锡凯先发那一场 对我们去同一场 但是我们在坐对面 你坐那个高档的烤肉区 然后我坐在这个对面 我在一壘那边 我通常都习惯坐一壘那一侧 哦真的哦 对对我通常习惯 我很少很少坐三壘这一侧 我通常都坐一壘那一侧 对那次是为了庆祝母亲节 然后我们就几个家庭一起去烤肉 然后想说就是钱把它花下去这样子 然后没有想到 好像我们看完那一场才过几天吧 对 就不能去看了 对对 就马上变成三级这样子 对啊 可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尤其是在那种很辛苦的时候 我一直记得的就是 我疫情期间 我订了一本美国的棒球杂志 然后他在上面那个什么总编辑的话 他就有讲说二次大战期间 罗斯福冲统亲自下令说 他们的职业棒球要开打 因为他觉得棒球是一个 让大家可以度过难关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那句话 我就非常的感动 因为你想想看打仗的那个人力 跟打棒球的人力 是我高度重复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力 跟打棒球的人力可能还有一些分化这样 可是在那段时间里面 他还是觉得说 不管怎样 反正棒球要继续打 然后总编在最后就讲说 反正棒球会跟你在一起 不管疫情是怎么样变化 我们都一起可以克服 所以我就突然就觉得说 哇塞原来棒球是这样子的意义 对我们棒球迷来讲啦 它真的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意义 那也真的就是中华职棒开打之后 我突然觉得 哦真的好像就回神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好像之前都是在就是三级 然后每天在弄小孩在煮饭 然后在熬夜干嘛 就是有一种萌萌萌萌的感觉 但是这种棒球回来之后 我就好像找到开始找到生活的步调 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然后知道 就比赛该打了对 对对对 该打开电视 对对对 至少可以有棒球看 然后我们知道说 这个世界还是在运转的 很多人还是在努力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棒球迷就大概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件事情 不太看棒球 不太棒球 我每次都喜欢跟他解释 就是为什么要看棒球 就是跟人生有关啦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但的确我想喜欢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你刚刚讲这些 这些事情 这样子 OK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Gill来马牛萍一喝一杯的老友喝一杯 上一次三年前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内向者的事情 那今天呢 我们就稍微聊一下 包含了他前一阵子有出一本绘本 然后也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包含了立陶宛 或者是所有法克 那些捐疫苗给我们 所以有一些台湾这边的善心 善款也都回应到当地的一些飞行力组织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也希望这个 大家这一天的开心 然后Gill今天聊得非常开心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